欢迎你们看到乐子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呢 跟大家简单讲黑色和白色的穿搭误区 其实呢就是现在整个一个穿搭的趋势呢 就是越简单越高级 就北欧风也是很流行 那其实黑色和白色呢 是你最容易拿捏的两个 做极简风的穿搭的一个颜色 表面上的黑白色的花纹呢 感觉有点简单 有点乏味有点无趣 其实呢你穿好的话 它非常具有艺术性 具有高级性 你基本上可以应对所有的场合 日常的逛街啊出去逛一逛 或者呢你上班 或者是你出去一些重要的场合 黑白的组合呢 都会让你散发一种很高级的气质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即便是黑色和白色 你基本上已经不会出错了 其实还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我觉得有三个地方 你们一定要注意 我也会亲身示范一下 这个错误跟正确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呢就注意一下黑白比例的问题 就是普通人的身材 你都不是什么一米七米八 这个个子模特的身材 那这样的话你就尽量呢 要避免这个五五分 就比如说我上面 黑色一半 然后下面白色一半 整个人的比例呢 就显得不太好 就比如说我这件衣服呢 我可以放到外面 这其实就是五五分 也不难看哦 但是我把它放到里面 整个人的比例显得就拔高了 第二个无趣 就是黑白本身 如果就是啪一块黑 一片白什么都没有了 的确是有一点乏味 所以大家在去做的时候呢 可以加一条黑色的腰带 这样的话呢 虽然就是黑白 然后你又加了一些 简单的层次感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还可以再加一个小包包 就比如说我这个 小包包也是黑银 就很适合黑白配的 这么一个搭配 然后这个包呢 它是那个wallet on chain 我有点跑题啊 没关系 咱先把这说完了 wallet on chain 买的时候它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非常扁 每次用的时候 塞的时候都很难塞 然后我最近买了一个 好像是一刀还是两刀 买了一个包撑 就是这么一个小条 然后本身它 就是这种很扁的 一种钱包 你知道吧 然后你把它这个包撑呢 就塞到它这个里头 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红色的感觉 比较高级 你把它一撑进去呢 装好之后 你再把它扣上 它就变成那个 像一个小包包一样 特别的精巧 可爱 百搭 然后我之前 其实一直有这个包 但我很少用 我现在用它 就拿它当小包用 可好用了 OK 就这个先说完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蛮喜欢听 这个香奈儿之类的东西 好 还有第三个目区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丰满圆润的一个身材 你切记切记 你不要上身穿一个 非常宽松的 黑色的一个衣服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 二罗半蛮胖的 那我穿黑色 会不会给我压的 显得我很瘦 其实不是 像一个大黑色灯罩一样 显得人更加的胖 而且显得人比较邋遢 所以呢你这个黑色 一定要选择这种 有剪裁的 有点小心思的 不是说越肥大 越宽大 然后越 就越好看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选择 设计感极强的 这个黑色 选择适合你的 不管你是高矮胖瘦 都是要自己合适的东西 那我现在说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衣橱里面 我真的觉得 大家没有必要 每次都买 特别特别多的单品 那像那个爱马仕的 前设计总监里面 他就说过 你没有每个六个月 去换一个衣橱的必要 就很多 基本的 百搭的这种单款 其实你只要有一两件 就够了 你不需要买 无数件 所以我今天 也会把我手上这些 我觉得利用率 非常非常高 而且你就是 减减几件 可以互相的这种搭配 可以搭配着 无数的可能性的 那种基本款 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说 你已经有类似的 这种基本款了 你就考虑一下 你其实就没有必要 再买新的 如果你没有 我今天说的这些基本款 我非常建议你去买 这种基本款的 这个衣橱必备款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其实 大大的缩短 你这个衣橱 就比你买那个 红蓝紫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利用率 要高很多很多 好 接下来呢 我先说一下 我身上这件 我这件非常喜欢 其实我有很多这种 小纹的上衣 但是这件跟其他不一样 它这边是有一个垫肩 你看到没有 它是出来的 这样垫肩的话 显得我的胳膊呢 就比较细 因为它通过出来之后 它在那边画了一个弧形 其实把我这个胳膊 最肥的 你看我这样的 胳膊是这样哦 然后这样就变成了 明显的就这样 你的胳膊更细 所以很适合胖胖的女生 另外呢 就是肩窄的女生 也非常适合这件 这件还挺凉快 它这个地方呢 是海绵的家的这个垫肩 这件衣服并不贵哦 所以这件衣服呢 很适合 就是你身子很厚 它就可以给你 把这个身子拉薄 肩膀肥的 它可以把你这个 手臂变细 就看起来视觉上变细啊 然后这个肩膀窄的 它也可以让你变宽一点 然后它的长短也很合适 你穿上去之后啊 不管你是搭配短裤 包括你搭配黑色的长裙 或者你搭配长裤 这件衣服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小纹的图案 在黑白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是条纹 一个是剥点 然后就是素色的黑或者白 然后我之前有推荐过这个 这两个很类似 但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 这件呢我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件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强烈大家去入手 它的质量也非常非常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觉得衣橱里面 必备的一款 就是这种白色的短裤 我之前视频里面 已经推荐过 各种品牌的 无数条白色短裤 质地不一样 有真丝的 有其他的 然后这一条呢 是我今年收下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满意的一条 我之前有一条 哥利亚的这个短裤呢 它当时是没有这个穿皮带的 这一条短裤 它不但有这个皮带 这个孔 而且它还送了一条皮带 这个皮带啊 还挺好看的 您真别说 而且它这皮带 扎的眼儿特别多 如果你是这种很瘦的女生 每次买皮带 都得到外面去 重新扎眼儿 这个绝对适合你 它这个皮带 单独拿出来 我觉得质量就挺好的 而且它是免费送的 然后这个白色的短裤的长短 非常非常的好 两边呢也有一个口袋 前两天跟大家说了一个真似的白色裤子 这条白色裤子 跟那个白色真似不太一样 它是这种长腿的 这个喇叭更大 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 它很像一条白色的长裙 但它实际上是一条阔腿裤 这条裤子 质量也是很好看 而且它裤型 长短 非常适合我们亚洲的女生 这件衣服呢 真的是太好看了 它非常非常的大牌 它之前我很想买的一件 Kate的一件上衣 但是它跟它不太一样 只是说这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一大片这种弧度 显得人无比的高级 这件衣服我强烈建议大家 人手一件 因为它真的不贵 拿显微镜看它的质量都很好 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合理 就是黑白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有点boring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选择一个点图案的 图案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些剥点 剥点的话大家还记得这一件吧 这件也是一个真似的长裙 非常好看 而且你买的时候 它还送了一个发圈 还送了一个发带 还有一朵花 然后那朵花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 然后为什么我把这件拿出来呢 就这一件 我这次最新入手的这件 也是一个全真丝的 我自打收到它那天起 最近德国比较热 我天天都在穿它 太好穿了 就是特别爆热的情况下 它是让你最凉快的 它的左右呢 还有一个口袋 然后它是很薄的那种真丝 但是它是一点都不透 它随这个裙子呢 连衣裙哦 它是送了一个里面的衬裙 衬裙我就直接扔了 因为完全用不到 这个是一点都不会透的 你穿什么颜色的那裤 它都不透 你看我手放进去 你都看不到我的手的颜色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衬裙 送的有点多余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送的一点都不多余 这条皮带 然后这个花是可以都单独拿出来的 你既可以放到脖子这边做一个装饰 而且还可以拿它当成皮带 把你的这个裙子就这样估起来 或者呢就是你这个花 可以放到其他的任何的地方 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我感觉就是一个救命的一个神裙 太好穿了 然后黑色我最近说起来 我觉得这件也挺好看的 来自于Cose 我觉得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质量也挺好 锤度也不错 长短也正好 这个是Cose一个新款 这个可好看了 非常非常的高级 但是如果你去买这件衣服的话 我建议你比你自己实际号码 多买两码 像我正常的号码 可能是XXS或者是XS 这件衣服我说的是S码 这样的话呢 我既在我的脖子这个地方 稍微有一点宽松感 袖子这个地方也有宽松感 你稍微有一点宽松感 不光你自己穿着很舒服 别人看你也不是撸在一起 你别看我挺瘦的 如果我真的说这种白色的衣服 本身就会显得膨胀 你再裹到身上 你会显得更粗 所以大家在去买这件衣服的时候 这件衣服目前是它的 好像应该是No.1的销棍 就是这件衣服 你们一定要多加一到两码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小东西 就是这种真丝的小丝巾 这种真丝小丝巾非常的好看 它也很百搭 你既可以呢 拴在包包上 也可以呢 拴在头发上 还可以呢做成小的吊带 你只需要一个珍珠的项链 然后你就是选择两个角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把它给系上 好 系上之后 它变成一个三角了 然后你就往后一 后面再一系就行了 后面是一个漏背啊 然后整个夏天 穿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这个个比较小 所以这个真丝这个丝巾呢 也比较便宜 如果你不喜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你可以再加上 刚刚我说的这个花 这个花呢你既可以选择 这个花真的很像山茶花 还是玫瑰花 我真的看不太清楚 但我觉得这个花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个花你就平时哦 你就是正常戴到这个 戴到这个 稍微换一个长度项链啊 都很好看 我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丝巾呢 因为这个丝巾就挺便宜的 他们要了两个串 然后一个是10乐子 还有一个20乐子 20乐子你要满多少多少钱 才能剪 10这个是 不现金额直接就可以减10美金 哎那我就觉得 可以买一些特别便宜 这种小东西 比如说 他们家的真皮的皮带 就特便宜 皮带才25块钱 你再减10就变成十几块 还有这个小包 这个小包呢 非常的可爱啊 我们知道那个阿雷啊 有一个新型的包吗 但是这个包呢 就是很形似 但是它呢 我就觉得有点太小了 它要能做更大一点 会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包呢 我也挺喜欢 虽然我也不知道 用它来干嘛 它这个形状呢 我还是挺喜欢的 它这个拉链呢 是可以拉到这个地方的 你看 然后这个肩带呢 也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背上去就这样 你可以把它调更短 或者更长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这条丝巾 就跟我之前的这条真丝裙 特别特别配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有一套 有个花 有一个发绳 还有一个这个发菇 还有这条裙子 再加上这个丝巾 整个就是非常的和谐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比较简单 干脆的一期视频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我给大家一些 黑白搭配一些灵感 如果大家觉得 今天视频还不错 的话记得我点赞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同样抽出三个小伙伴 然后送同款 然后你只需要关注点赞 然后下面评论 告诉我你今天喜欢 哪一件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新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这个频道 经常会收到很多PR的礼物 所以呢 我不会把最近的一季 或者是最近的两季 也就是说我 之前可能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或者是去年收到的PR礼物 很多都是新的 那我会通过我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 送给大家 那我现在还没有想要怎么送 我就想 我目前想的比较简单 就是谁要 我就送给谁 你自己出个运费 我会把那些东西 全部放到朋友圈里面 就是粉丝福利的 这么一个活动吧 我有两个微信号 如果你加了我的任意一个微信 你就不需要再加了 一个呢 是乐子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乐子团2 那么这两个微信 我是同步的 所以你不要加我两个号 加任何一个都可以 因为也是 由于大家的这个支持 我才能收到那么多厂商的礼品 是吧 所以我就把这些礼品呢 全部反馈给大家 那希望能够给大家 平时繁盛的生活 能带来一点点轻松和愉悦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还没有去加我微信的 赶紧去加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平时也会分享一些 海外购物的一些折扣 我觉得应该 不会说那种轰炸式的那种 我发很少的 所以呢 就是尽量不打扰到大家吧 好 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